老花一开洋明日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比较小针的花 现在请出来的是一个袋鼠篮 咱们都话不多说 大概跟一样 像足球解说一样 要是讲一样花还挺累的 好 话不多说 开箱 它并不完全算是兰花 它原产是澳洲那边的一个 它是比较小众的一个 闻得有点香香的 还是我的梅花香 咱们开开看看就知道了 同样也是一个黑心棉 希望老板不黑心 打开 打开 这个beautiful了 带个小毛毛 看到没 什么神秘 有蜜孔的花肉就不要看了 绝对不是你的菜 这也不是我的菜 然后呢 苗芹不是很健康 带着一些个小小的黑色的这个东西 这个是它原本的颜色吗 是它原本的颜色吗 这种黑色的 不像吧 好像是有点那种病 是那种碳区病 我看的也就像 哇 苗芹很一般 带着黑黑的 这种就是碳区病了 这个真的不是我的菜 看看花友没怎么说吗 这也是一个多年生的草本 这个不能算是蓝颗类的 那大家收到这种花以后呢 应该第一时间跟商家取得联系 这个是带着这种黑色的这种碳区病来的 应该提前跟它联系一下 然后呢 咱们要适当的剪掉这些个已经发黑的叶子 你看发黑发黄的 就要给它剪掉啊 就不要留着它了 一根老叶子也给它弄掉 这种黄的 在里面时间长了 它也会这样 那苗芹呢 只能说一般 然后咱们说价格 28块8呢 这属于一个中规中矩的价格 中规中矩的一个价格 苗芹呢 除了带了点碳区病 其他的都没什么 像这种花呢 不可能特别完美 不可能特别完美 一般这种都不是那种 很大型的一个养殖基地出来的 看一下根系如何 大家同样可以看到 这种就是一个毛细的一些根须了 像这种根须呢 非常的害怕积水恶根 大家在养护的时候 选土 选盆 一定要选择这种排水透气的 真的 真的不是我的菜 提不上来喜欢 这个尽快送出去吧 好吧 咱们一旦受到这种有病害的怎么办呢 首先大家要想起来的第一步就是打药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药呢 就是这种密定核杆类的抗菌素 这个叫小粉帽 它带有这种安全锁 它带有这种安全锁 这个东西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大家在拧的时候呢 这么拧是拧不开的 这么拧是拧不开 它带有安全锁 只有稍微用力往下一按 卡住了再拧开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密定核杆类的抗菌素呢 不要放太多水啊 放几滴就行了 好 放个几滴 现在一小瓶能打两亩地了 有的话我还嫌贵 现在咱们就先给它喷一边药啊 先喷一边药放置一段时间 然后呢 咱们明后天再换盆进来 换盆跟咱们几乎以前都是一样 好吧 咱们先打药先处理 打药的时候呢 尽量的避免与自己的一个直接接触 可以放到室外去打 先打药 然后在这里晾它一段时间 明天再去换盆 好了 在这里放一宿 让它缓缓先 先打一遍药 2000年之后 那这个袋鼠兰呢 经过缓了一天之后呢 它这个杆子现在变硬了 我现在就 不想再怎么收拾它了 现在能做的呢 就是等它下面的叶子 再稍微晃一晃 我再修剪修剪 能做的呢 就是先用一些个药物 给它预防一下 不过呢 现在它的盆土确实很湿 大家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用药了 就不要管它了 先等它缓两天再说吧 另外的话 就不要把它放到比较密集的区域 怕它传染 怕这个花去传染一些病态出来 好了 将来呢 咱们就讲到这儿了 一个袋鼠兰的一个开箱瓶子 给大家就做到这儿了 让我说苗青的话呢 苗青连及格都不能给啊 这个分也是比较低了 确实是带着一些个不好的一些状态 难道是我外行吗 难道它天生就这样吗 给我的感觉它不是这样 应该叶子都应该是鲜绿鲜绿 内绿内绿的 而不是那么多的黄艺 综合评分的话 也不容易啊 给个65分吧 好了 再说了 到这儿了 想看什么开箱 可以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一 然后最单一 来了 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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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了